这个是千兆版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外包装 汽油连接宝 这边是logo 好了 应该是这么打开的 说明书 说护卡 这就是主机了 咱们先把机子拉起来 这边居然是个笑脸 不过这个至少应该要 先起来方便我刚刚好提 这个盒子也太恼复了吧 充电头 数据线 网线 没了 三样东西 哇 这个线材倒是有点好看 白色的网线 最让我惊喜的是这个数据线 你会发现它是C口的 我特别喜欢Type-C的这个接口 这次它终于换上了C口 C口转A口 我非常喜欢这一代的灵机宝 非常的简洁 阴朗的线条 上一代的话是平原润的那一种 这一代的话设计的就比较好看的 比上一代好看的多 电源5V3A 内置的话高通处理器 这里这一条呢是有灯效的 后面的话这里是电源 然后这里是接路由器的 Win口 这两个是Lin口 接主机的 比如说PS是Express 这个是USB 这个是复位键 你们看的可能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个太黑了 这个需要缓光才能看得清楚 怎么来看一下说明书 非常的简洁 接线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你把网线的一头插到Express 1上面 然后另外一头呢 插到汽油联机宝的这个Lin口 接下来第二条网线的一头呢 接到你的路由器 然后另外一头呢 接到汽油联机宝的Win口 这样就好了 接着拿出你的手机呢 连接汽油联机宝的WiFi信号 你可以看到有5G和2.4G的网络 随便选一个都OK 然后呢 就可以打开你的汽油联机宝APP了 在这边你可以选择Lin口的游戏 这是我已经收藏好的 然后这边全部游戏 还有很多可以让你选择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选择Lin口加速的节点 港幅 欧幅 美幅 或者其他服务器 特别一提的是 它有CND的加速节点 所以说离我最近的才4毫秒而已 顺便一提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汽油联机宝呢 它是自动获取动态IP的 也就是从我的路由器 获取一个IP地址 你可以看到我已经获取到10.0.4 对不对 但是呢 它分配给Xbox的是192 这个网段 这个汽油联机宝和我路由器的网段 是不一样的 不过呢 大家不用担心 即便你的手机 你的Xbox是在192的网段 但是呢 你实际上也是可以访问你路由器下 也就是10网段的那些设备 就比如说NAS 还有你的电脑 你看它现在可以跑满速突破200兆 现在下载的是全境封锁2 大概17分钟就可以下载的网了 300多 我居然上了300兆了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的是全境封锁2 你可以看到 内台全开所有服务即可使用 对不对